如何激发孩子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音乐学习是一项有益的活动 它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表达力、协调力和情感 但是,音乐学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耐心和方法 有些孩子可能会感到厌倦、困难或者没有动力 如何激发孩子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呢?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建议 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特点选择合适的乐器和音乐类型 不同的乐器和音乐类型有不同的特点和难度 要根据孩子的个性、喜好、能力和条件来选择适合他们的音乐学习方向 例如,如果孩子喜欢动感和节奏感强的音乐 可以选择学习鼓、吉他或者打击乐等 如果孩子喜欢优雅和抒情的音乐 可以选择学习钢琴、小提琴或者长笛等 如果孩子喜欢多样和创新的音乐 可以选择学习电子琴、电子鼓或者合成器等 同时,也要考虑孩子的年龄、体力、手指灵活度等因素 选择适合他们的难易程度和进度安排 给孩子提供丰富和多样的音乐资源和环境 让孩子接触更多的音乐风格、作品和作曲家 可以拓宽他们的视野和知识面 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可以利用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 给孩子播放一些经典或者流行的音乐作品 讲解一些音乐的背景和故事 让孩子感受音乐的魅力和意义 也可以带孩子去参加一些音乐活动 如音乐会、演唱会、比赛等 让孩子亲身体验音乐的氛围和情感 还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音乐玩具、工具或者软件 让孩子自由地创作、演奏或者录制一些音乐作品 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自信心 给孩子设定合理和鼓励的目标和奖励 音乐学习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 要给孩子设定一些短期而明确的目标 如掌握一个曲目 完成一个练习或者通过一个考级等 让孩子有明确的方向和动力 同时 要给孩子及时的反馈和评价 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 鼓励他们继续坚持和提高 也可以给孩子一些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奖励 如送他们一些音乐相关的礼物、书籍或者视频等 或者带他们去看一场他们喜欢的音乐表演等 让孩子感受到学习音乐的快乐和成就 与孩子共同参与和享受音乐学习 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榜样和伙伴 要与孩子共同参与和享受音乐学习 增加他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可以与孩子一起听音乐、唱歌、跳舞或者演奏 分享彼此的感受和想法 增进亲子的沟通和互动 也可以与孩子一起学习一些音乐理论、技巧或者历史 互相帮助和鼓励提高音乐的水平和素养 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参加一些音乐社团 团体或者活动 结交一些音乐爱好者或者专家 拓展音乐的圈子和资源 总之 激发孩子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需要家长的引导、支持和陪伴 也需要孩子的主动、坚持和创新 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和途径 音乐学习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乐趣和财富